對不起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當你們兩個人想出去玩一下 或者吃點東西的時候 他會不會挑三挑四 我沒有...小燕姐 因為妳也知道這十幾二十年來 我每天都是吃便當 妳給我一個便當我就OK了 不是... 就是兩個人會說 我們去吃個東西好了 他就說不要...那個很貴 這次不要... 就一點所有的情緒 都被節儉兩個字 撥下掉 會不會 對 節儉的話如果再加上就是 真的就很侷限 像譬如說除了節儉之外呢 吃的的話 我們來算一下 就是兩隻腳不吃 然後牛以上不吃 有殼類不吃 魚不吃 然後又不能太奢華 你看剩下什麼可以吃的 我老實說 讓你餓死算一點 不能這樣講 老師 真的奇怪 這樣子還是很健康 對啊 沒有 我覺得他不吃的原因 有一半就是覺得牛排不要吃 太貴 對不對 新鮮的魚 海鮮不要吃 太貴 貴 不是 像我去吃鐵板燒喔 那個什麼沙朗牛排 我說算了 我就點個牛肉片嘛 有吃到就好了嘛 是不是有攀腦味 對啊 有吃飽就好了 你吃那麼多幹什麼呢 真的 其實姐姐是一種美德啦 但是過頭也不好 但是過頭真的會讓另外一半 不是 我跟你講 他們... 你不要再講啦 不是 小燕姐她... 我也在學習 她有的時候喔 那個鼻子過敏對不對 她那衛生紙一抽抽三張啊 我們是抽一張 一張好多用途啊 抽一張擦了嘴巴以後啦 吃完飯以後還要擦桌子啊 桌子擦完以後 然後地上有頭髮 頭髮剪了以後 放到衛生紙裡面 Bacy 你來為什麼要這樣啊 不是 你不來一張衛生紙 就擦個嘴巴就丟掉 這個不像話嘛 是不是 我沒有講 等一下 他怪...他有 對... 黃老師已經在那搖頭 如果你來圈 如果你們這一隊來找我 Stacy 你離婚帥子 有那麼嚴重嗎 好 都拿下來... 當然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你真的要改 林追芬老師也說到 是 她說夫妻之間 關於價值觀的東西 價值觀這種東西 是一個信仰 一種判斷 當你已經兩個差這麼多的時候 你們是真的要好好去調整 你要稍微鬆一點 然後人家 可是你看Stacy 從頭到尾都很棒 你娶這個老婆 難怪你爸爸看上了喔 他就說 他怎麼樣 他說 我也在學習 可是你從哪都沒有說 我也要檢點... 你都沒有耶 你還在強化一張衛生紙 用五個就用不 那是說多不合乎衛生啊 要學習的東西很多啊 我想說我們這一隊講完 潘老師那一隊不用再上 因為內容是一樣的 沒有...會啊 有進階 因為衛生紙一直讓他用耶 對 OK 那我們衛生紙 第一衛生紙是這樣用的嗎 對 你們是不一樣 我們衛生紙是從曲控所拿回來的 所以他可以一直用... 一直用...沒有關係 謝謝 謝謝 謝謝